今天是12月23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评节目 那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完全被消息面给压垮了 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市场 那就是惊弓之鸟 平行而论 今天的消息面其实有好有坏 好的消息是 管理层放开了电信能源等几个之前国企垄断行业的大门 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中国的政策 都要等到具体实施细则出来以后才算真正落地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 这个利多的消息其实是有点虚的 相比之下 今天利空的消息则比较实实在在 除了五评节目中我们提到的 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减值计划 以及酒鬼酒填化剂事件以外 下午还传出了金湖高铁过会后准备上市的消息 我们说这个巨无霸的上市 对于眼前的资金面来说 又会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但这些消息里面 今天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减值计划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基金减值计划 在成立五年后 大基金首次披露了减值计划 而且一上来就是三只个股的减值计划 这个消息不仅引发了市场对于后续减值预期的担心 更是让一些老人想到了 过去每次发生在社保基金减仓后 大盘走势的变化 所以这个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今天科技股会出现集体下跌的走势了 而这也使得上周刚刚创出新高的创业版指数 今天一下子成了重债区 领跌互生两市 全天跌幅更是达到了两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 作为目前市场风上标的券商反快 今天上午还是一度走强 但是到了下午 也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补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券商指数120分钟K线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下午券商指数跌幅是接近了三个百分点 不过相对庆献的是 今天券商板块 全天成交量还是守在了400亿及格线之上 全天成交量为403亿 这个数字和我们中午预估的数字 基本是一样的 既然我们说今天市场是惊弓之鸟 那可见今天市场的情绪情况并不好 今天扣除扣转板和ST以后 全天互生两市只有25档个股涨停 而跌停板今天则是高达了33加 跌停板的加速是最近以来第一次反超了涨停板 整个市场的空头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那既然今天大盘走势不理想市场出现了快速的调整 或许很多人会问我们对于后市的看法是什么 那么关于这个我们的看法基本是这样的 那就是在春节以前考虑到有大量限售解禁股上市和年报的关系 我们认为市场的震道会比较大 而且主力资金应该不会在这个时间发动行情 所以大盘在春节以前很难有大幅度反弹 但是在春节以后到3月底之前 这段时间内我们认为市场出现行情的概率会非常大 那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明两天会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进行说明 回到盘面 虽然今天大盘调整幅度比较大 特别是在下午几大指数和市场风上标券商板块都出现了大幅度调整 但是今天北向资金上下午的表现却完全不同 先总体来看 今天北向资金继续呈现了净流入的态势 全天合计净流入32个亿 继续刷新了北向资金持续净流入的天数记录 但是具体来看 中午在五评节目中我们还提到 上午北向资金的分时曲线图 是随着大盘指数的震荡而出现了动荡的表现 这和过去20多天里面 北向资金分时曲线图一路向上的走势是天壤之别 但是到了下午 北向资金的分时曲线图和大盘走势则是出现了明显的背离 外资是再次借着大盘的调整加速进入 这个情况在尾盘的30分钟里面尤为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后30分钟里面 北向资金分时图几乎是呈现了一个90度角极拉的形态 从金额来看 今天全天进入32亿中 有26亿来自尾盘的30分钟 这也就是说 今天北向资金全天净流入的金额 有将近80%是来自最后30分钟内 这种情况 今年以来我们已经看到过非常多次了 每一次这种情况的出现 都预示着后面大盘调整的空间和时间都比较有限 那这次历史会不会重演 我们不能百分之百保证 但是我们相信历史重演的概率会非常大 而且如果说这种背离情况后面连续多次出现的话 那么这种信号的意义或许会更加明确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龙虎宝数据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个股一共有四家 第一家圣邦股份 今天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16亿 深股通则是减持了3430万 内外资机构是再次出现了分歧 最终对冲以后 今天圣邦股份是被机构资金增持了8200万元左右 第二家凌云股份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377万元 第三家星期六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1877万元 第四家奈威科技 今天是获得深股通席位增持552万元 这里提一句 虽然今天科技股我们说是大盘调整的冻灾区 但是今天龙虎宝数据上 四家被机构席位增持的个股 则全部来自于科技股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北上资金个股活跃数据 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入前五名的个股分别是 第一个贵状茅台净流入4个亿 第二个格力电器净流入3.4亿 第三个京东方A净流入2.6亿 第四个华有孤业净流入2.3亿 第五个铜花顺净流入1.9亿 这里铜花顺是近期首次出现在这个榜单里面 而今天北上资金净流出前三名的个股分别是 武良业净流出4个亿 排在第一 哈尔之家净流出3个亿 排在第二 海康卫视净流出2.5亿 排名第三 那这里我们会发现 今天因为酒鬼酒填化器事件 使得整个白酒板块都出现了调整 但是板块中的老大和老二的遭遇 则是完全不同 最后我们再来简单总结一下 目前的操作策略 我们说既然市场因为消息面出现了调整 那对于我们而言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避险 那我们建议大家短线应该尽量避开下面4类股票 第一类 春节以前有大额解经压力的 包括说12月份有大额解经的个股 第二类年报预期有可能是预亏或者是预减的 因为按照规定 1月30日之前所有中小创都必须强行披露年报预期 所以现在也是这一张张底牌被掀开的时候 第三类商预减值压力大的个股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 今年年初大量个股就是因为出现大幅度商预减值的关系 而出现了大幅度的调整 第四类累计涨幅较大但业绩增长不如预期 或者业绩出现拐点甚至下滑的个股 总体来说在目前这个年报阶段 这四类个股大家一定要注意风险 另一方面从指数来看 目前上阵指数下方支撑位 我们认为会在2926点到2935点这个缺口位置 这个区间计时之前跳空向上的地方 也是目前上阵指数5周线10周线20周线交汇的区域 所以这两者叠加以后 在技术层面会发挥比较明显的支撑效应 我们说如果后面大盘调整到这个区域的话 那对于那些仓位较轻的投资者而言 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建仓机会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评节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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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